你有多高吧 你有2米03 2米03 你多高呢 我1米6 你们俩走在街上 也有很多人看你们吧 对 小片里说是 社交软件上认识的 是吧 你当时想到过 他这么高吗 没有想到过 带他出去走 有安全感吗 特别有安全感 是 但是对这人 有安全感吗 心里 现在是没有了 他都做了哪些事 让你没安全感了呀 他吧 特别喜欢和朋友 去KTV唱歌 但他去得太频繁了 他跟我说 他参加一个唱歌比赛 要自己一个人练歌 不带朋友 管我借了500块 我当时也没多想 但是我发现 自从借完之后 我就总也见不着他人 我给他打电话 问他在哪个KTV 我过去看看你总行吧 他就一直支支吾吾的 我就挺郁闷的嘛 就跟我闺蜜提了一下 这个事 我闺蜜说 你是不是傻呀 他明显就骗你嘛 没有觉得又是 跟朋友去玩了 是吧 我是去玩的 但是我一个人去KTV 没意思啊 这里边就 不是你唱歌 你问人借钱去唱歌 是几个意思啊 因为当时我没有工作 没工作 你去唱什么歌啊 我喜欢唱歌 唱得好吗 唱得很好 来唱两句 一次就好 我带你去看天光地老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开怀大笑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 吵吵闹闹 你可知道 我唯一的想要 你做过那个音乐DJ的 唱得怎么样 特别有诚意唱的 终于明白你 为什么能打动女孩了 出去还骗过你吗 当时吧 我想着半张健身卡 我们两个一块锻炼 那天我在健身房嘛 问他你要不要一块来 他说他在健身房呢 但我找了一圈 都没看上他人 我说你给我拍几张照片过来 当时他又不说话了 当时吧 他说让我去健身房 我这人嘛 你别看我个儿高 但我懒 我正好在网吧打游戏呢 他一跟我说你在哪 我就想 我就说健身房嘛 我别说网吧 他说网吧他不更生气吗 他说你给我拍张照片 我赶紧出门 我打车 我就去健身房 给他拍张照片 他还好意思说 他不知道我在那块等着他呢 他抓住了 抓住了 这种事还很多吗 挺多的 还有什么 有一次吧 我就跟他说提升学历的事 他是专科 但是我的父亲呢 是从事教育专业的 就是对我的另一半吧 也有一定的学历要求 我跟他提了 希望他能够专生本 他答应得特别好 结果他又没给我去 我说我跟你报一个班吧 你花钱给他报班 对 因为讲着 是为我们两个将来一起 共同努力嘛 结果他说 你直接把钱给我 我自己报不就行了吗 给了吗 给了 报了 我以为他是报了呢 结果我发现 他竟然在外地跟朋友玩 当时吧 他说让我学习的时候 正好跟朋友说出去旅游 我也不能跟他说出去旅游 但是我报是报了 但是我报到的是那种 就是晚间可以上夜课那种的 但是我没有去骗他 这间确实有一部分是学习的 是是是 确实学了啊 就拿人钱这么学 有意思吗 我没管他 要是他给我的嘛 给你就拿啊 就这个发现这么多回 你还不跟他分手啊 因为他是我初恋 您这位伟大的初恋 后来又对你做了一些什么呀 他说他跟他姐姐合开婚庆公司嘛 想要一万块钱 我就问他 是什么姐姐啊 他说是他亲姐姐 我说那一块咱们见面 吃个饭也挺好的是吧 他就不让我跟他姐姐见面 我就一再地逼问 他才说 那是他认的姐姐 我说那你认姐姐 打个欠条总可以吧 因为这事 他又跟我积演了 打欠条 我俩这关系 还要打欠条 你俩啥关系啊 那女朋友 那就可以 不打欠条 钱给了吗 我给了 一万 打没打欠条 打了 有欠条就行 但是刚来选那个婚庆公司 他盈利也不是特别好 慢慢赚钱了之后 他心想到的是把钱 借给他朋友 并没有还我 因为当时朋友 问我手头有没有钱 正好当时我刚回来的点钱 他也不着急要 我就没往他那块想了 我直接就跟我朋友了 现在钱还完了吗 他陆陆续续的差不多吧 但是还剩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事 我就感觉 他报复心就特别强 不就让他打一次欠条吗 然后之前我坐出租车 正好微信里边没有钱了 我上次让他给我发个 十几块的红包 这他也让我给他打个欠条 谁让他一万块钱 让我打欠条 我这不打平了 可以啊 那他一次两次行 他还次次这样 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 开啥玩笑 逗他玩是吧 人家把你当恋人 你是逗人玩的是吧 今天为什么来啊 姑娘 还有一件事吧 还有呢 我最忍受不了了 他居然在婚恋网上发布消息 想起来他是单身 而且他要求 长得一米七以上的女生 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 因为我妈吧 知道我们俩之间的事 但是知道她的身高 跟我身高不符合 完了想让我找一个 一米七左右 但是我还不想去抛弃她 不想因为我 不想抛弃她 对 因为我妈妈这一年 对 他不把你扔了 就不错了 来 就这样了 我不想抛弃她 我想因为就是 先跟我妈应付一下 然后通过这点时间 我想让她俩感情好一点